好 说一下天下仙 节目的最后再来说一说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 最近太阳探测器帕克 在距离太阳表面仅2400万千米的距离 掠过后仍然活跃 这一距离相当于0.16个天文单位 不到水星与太阳平均距离的一半 比以往的任何航天器都要接近 我听不太明白 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 我白说了 这简单说点吧 就是目前人类发射的一个太阳探测器 叫帕克号 飞到了离太阳目前最近的距离 并且依然运转正常 明白了 就是虽然说帕克距离太阳还有2400万公里 但是其实已经是我们人类探测器距离太阳最近的了 没错 而且探测器帕克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4万公里 相当一秒钟飞行了95公里 也创造了航天器飞行速度的新记录 这个太厉害了 听着都有点科幻了 像是电影当中宇宙飞船的速度 其实这科幻电影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永远都不会停下来的